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印加對上維京人的對決 那看一下雙方位置 目前防射是維京人在6點鐘方向的位置 印加人是在11點鐘方向 那這個兩個文明在我們頻道比較少出現過 那稍微講一下印加的能力 印加的話一開始有冰杯子的羊駝 那城堡時代升級會影響村民 本來是封建 但因為他封建超能力村民的關係 所以現在也被削弱到城堡才會影響到村民 那住房的人口可以變成加死人口 不是加五 一版五名就是加五嘛 那印加是加到十 那建築是死掉費用減15% 那他的特殊單位 槍隊長跟投尸手都蠻好用的 槍隊長的話打各種馬國 超級康可 就算不是打馬國 我打一般步兵也是蠻強的 然後再來是他的一個特殊科技 之物盾 槍隊長 投射手跟英勇士 近距離防疫加一 那遠距離防疫是加二 所以就變成說你的英勇士 可以變成這遊戲裡面 遠防最高的英勇士 應該是超越了哥德爾護衛隊的防禦了 而且又跑得很快 所以如果喜歡玩哥德爾人的話 可以嘗試考慮一下玩一下這個印加 印加老英升級之外 那個防禦是不會輸給哥德爾人的 然後再看一下維金人的部分 維金人的話應該大家比較熟悉一點 因為維金算是比較適合新手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的經濟加成非常非常好 但是如果新手就練維金人的話 會有個問題就是 你玩維金之後再玩其他文明 你的經濟科技什麼的可能會很容易 會有點爆炸 因為那個經濟量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有人說適合新手也不適合新手 但我覺得適合新手的點是 經濟很好啦 畢竟新手的時候大家的經濟可能調配都不太好 所以很容易會有經濟爆炸的問題 但維金人就可以稍微彌補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啦 但是有些高手們就不這麼認為 而且他也沒有馬可以打 所以比較算是難打一點 我覺得以高分蛋來說的話 維金確實是比較難駕馭的一個文明 這確實是這樣子 好 那來看一下 好 兩邊的村民樹都是13村 那先加速一下 把這個前面升級配置跳過一下 硬家的果樹跟金都是在外側 偏比較危險一點的位置 但是不是在正中間 還算能接受 但是維金這邊的果樹蟲就比較難駕一點了 那金的部分是在左側 如果這邊能駕下來的話 那維金會過得很舒服喔 這裡並不是一個死懸崖 還是可以通過的 好 那硬家這邊好像不是要打 欸 打21匹 欸 不是對啊 21匹 棒棒然後加小弓嗎 喔對 棒棒已經在家裡了 嗯 開始在騷擾了 那維金這邊已經率先上了封箭時代 看起來是要打一個射箭場 維金打小弓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在封箭時代 打肉馬也可以喔 但打射箭場更比較能斜接上封箭時代 一個奴兵升級的timing 會打得更強勢一點 而且上封箭打騎士也是可以啦 如果你真的是內加的話 維金內加騎士也是蠻強的 那個經濟量要爆一大堆騎士不是問題 那就是上帝王時代可能會比較難一點 就是帝王時代用馬盆就會稍弱一點 最後還是要轉成奴兵跟擊兵 或是一個劍勇寶兵 狂戰士的一個打法 好 維金目前來說是這樣子 可是當然可能從頭到尾都打馬 好 那兩邊都在做一個騷擾 那目前是硬家要站上了封 那這邊果樹果然跟開場樹一樣 非常難受 果樹在前面對手一打兇 這個果樹就不能踩了 哇 這個兩邊經濟交換 似乎有點嚴重 而且兩邊的量怎麼越打越多啊 哇賽 硬家還出了英勇士啊 哇 這個針對非常嚴重 真的是打最兇那種 一般你打小弓騷擾就算了 就前壓就還出老鷹 這代表就是 完全不想給你機會來踩這個果樹 再高分段的對決 果樹的前期採集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玩家就會稍微針對這部分 卻一直做一個針對打擊 那通常因為高分段的人也知道 也不會因為為果樹去插塔 不過今天打的是金放的話 那還有可能插塔去防守 當然果樹的話就不太會了 這點東西就棄吃 然後挖木頭 然後開始撒田 這算是一個標準的應對方式 不過你們常遇到那種黑棒棒啊 快攻讓你壓到果樹不能吃的話 我就趕快去想用這個方法 因為有時候你果樹被亂 經濟爆炸的時候 然後沒有馬上應對的話可能會斷存喔 或是沒有辦法去出戰老兵做一個防守 那這個應對的話 在這個分段來說 應該算是相當容易的 但這邊即使出了老鷹 這麼多隻 卻上時代還是比圍巾還要快喔 明明圍巾這邊的經濟加成更好一點 看來這邊果樹沒有吃影響也是蠻大的 雖然老鷹本來就是不吃什麼食物的關係喔 但他要出到快要十隻 老鷹也是要一百落了嘛 對不對 好那這邊 小公直接上來 欸這樣好嗎 老鷹其實打小公也是會有傷害的喔 這個老鷹有點被卡住 點不到這個殘血的 好終於點到 呵呵呵 硬點殘血就會反而撞不到傷害 OK那這邊小公已經殺掉兩隻老鷹 其實已經很賺了 那這邊小公還是想要繼續做操作 想把這隻老鷹換掉嗎 但沒辦法了 殘家已經轉成勇士了 防御變成遠防勢 防御變超高的 好那這邊還有一個小龍在做一個騷擾 那村民宿目前都是39隻 那唉唷 有沒有 圍巾城堡 打罵也是可以的 剛剛有講過 但是因為這是單挑 所以打罵也OK 反正他老鷹爆你就出騎士 你出騎士也不太會輸 因為你的經濟量夠好 免費守推車 好對手也不太敢前壓PK 除非要轉真侶了 好那這邊看到 圍巾轉騎士的話 那就要看硬家這邊轉修道院 喔有開始轉了 沒錯 上城堡看到對手轉騎士 第一個動作就是要先修下這個修道院才行 不然家裡一直被騎士 不能踩支援會相當難受 不過這邊老鷹實在是太好爆出來了 所以老鷹數量碾壓 所以這邊騎士不太敢出門 在前面稍微探查一下軍情 大概有多少軍力 再等一個時機變身 會上惡攻嗎 惡防還沒上 變身惡防惡攻還沒有變 但是這邊硬家反而是率先點下異攻 調增強一下英勇士的一個戰鬥力 好兩邊的村民術都是一樣 是屬村 然後村民都是單TC 然後暴君士 這個村亂打的這麼兇 好但是硬家是雙TC喔 這個小細節 維京只有單TC來了 雙老頭前壓 那這邊應該是不會去轉肉馬了 這邊轉肉馬效率比較差一點 而且還要控很難控得好 但還是轉出兩隻肉馬 想要去做一個殺真理的動作 但是沒有引開正面部隊的話 你要去 殺這個老頭有點困難吧 然後這邊 遭到一個騎士 做偵察 騎士被抓到了 哇 那現在 硬家出了真理的關係 所以維京 騎士不太敢輕舉妄動 騎士給的壓力還是很大的 喔不是 僧侶給的壓力還是非常大的 這裡 這裡已經出了三隻 哇 這英勇士出的量也很多欸 好 看一下這邊 兩方的對決 後面這個肉馬 想要去抓 山女 但是沒有抓到 衝過來砍個一刀 死了 慢動作 看一下這邊 兩邊的騎士 亮騎士 現在只剩14隻 阿茲 喔不是 並加這邊還有22隻 好完蛋 這個馬的量完全不夠 而且剛剛還被招響了兩隻馬 所以現在這邊數量完全大獵 硬家這邊一個上一弓 完全屌打 這邊 維京的一個騎士數量 哇這個沒救 好第一波交戰為 硬家獲勝 放在這邊 維京硬出馬的關係 導致他的戰術被舉眩於 沒有一個主力部隊 要打正面的話 就只能用騎士硬剛了 相當難受 那看這邊 要不要轉一下劍勇 欸真的是轉劍勇 我的天 裝甲開始按了 那稍微講一下 為什麼維京可以轉劍勇 是因為 劍勇這個單位 步兵單位 對英勇士有加4攻擊力 額外的是傷害 然後又便宜 而且血量還很多 圍巾的步兵 是這個遊戲裡面最多的 封箭時代 步兵血量就會加20% 超級厚的血量 我記得 劍勇的話 好像快要到100滴血吧 好像快要到90級 8級那邊了 反正血量就是非常的厚 那我來看一下 軍營兩邊 開始在轉殘劍兵了 都升好了 看一下 現在是二攻 原裝的 唉唷這裡有個洞 喔馬上補了起來 哇 這個就是高分撞的玩家的反應喔 但是這個 趕快再下兩個房子 才守得住 沒錯 趕快下 但是這邊 長劍兵的量還是不夠 如果硬打的話 圍巾會爆炸喔 長劍兵出來 壓出來 想要做一個前壓動作 長劍兵的量起有點少 而且沒有防禦力 這樣能硬扛這邊 老鷹嗎 唉唷好強 真的很強 哇 圍巾的步兵好猛 血量真的是夠多 72滴的長劍兵 哇 工房 只剩一房就扣了 其他就靠天生 血量壓制這個老鷹 得一個前壓攻擊 哇 那這邊老鷹國的 硬夾就會有點小小的麻煩囉 要打一個機動性比較好 正面硬鋼的話 可能鋼不太過這個 圍巾的步兵喔 這個應該是殺掉這個老頭 應該還是會找到一隻喔 唉唷 找到一隻 接近滿血的血液兵 不錯 小細節這個有在看 看一下這邊長劍兵 哇 給的 硬夾壓力真的很大 哇唷打起來 你真的要打嗎 哇直接砍死了兩隻老鷹 長劍兵的效果真的很不錯 那這邊圍巾出騎士 基本上就是一個騷擾動作而已 不會再做一個打正面了 趕快去後面找到有沒有洞啊 殺村民啊 然後長劍兵就一直扛正面就行了 本來這個是逆轉 有點逆轉式的感覺喔 而且這邊 圍巾其實是單TC 剛才轉出第二個TC 村民住現在已經速了 已經30村 靠遠 那 硬加這邊是3TC 那圍巾如果沒有再繼續爆TC的話 經濟可能會跟不上喔 而且這邊是選擇了 轉出衝車想要來一個硬拆耶 會不會有點太衝動了呢 而且對手已經轉出了奴兵 這個奴兵 不解掉的話會很難受 因為你的步兵 是打不到這個奴兵的喔 還可以秀操作 這邊一人上來 可以殺幾隻奴兵喔 這邊還有奴兵的罐 喔唷 這罐得好耶 打一發 死三隻 完美 剩下四隻的奴兵 沒辦法抵擋這些常見兵的傷害 而且這個TC可能要掉 哇這一波搶攻實在是打得好耶 所以犧牲掉了自己的一個TC 但成功換掉對手一個TG 算是二打二TC的狀況 但傳比數還相差了22隻 並沒有縮短太大的經濟力量 但是維京這裡有免費的走推車的關係 應該是有稍微捏補現在的劣勢阿 還算一個不錯的庫換 而且這邊又下了一個城堡 好那這個TC我看也是沒救了 這個就算衝車不硬上 這個TC也是要掉了 OK 好那這邊為 硬加按下了手推車 按下看一下手推車 這段時間村民會差多少隻 村民處中間拉近了 OK 攻加快速度 來看一下這個衝車會被換掉 哎呀剩下一隻老鷹在打 但是後面有城堡在射擊 沒有辦法 好 到這個老頭來直接送掉 這邊奴炮給的壓力也是蠻大的 但是這邊老鷹夠多的話 還是可以輕鬆換掉這三台奴炮 哎呦這不錯喔 這個老鷹出的請即時的喔 這邊兵有點空不太過 來家裡沒有在開TC了嗎 哎呦3TC也開了出來 那這樣維京的經濟 就有可能可以追上一點囉 哇 我覺得維京這邊選擇戰術相當的好 通常大部分的維京玩家 在第一波老鷹衝的時候就暴斃了 那這邊反打之外 居然連TC也拆得掉 真的是蠻會利用自己的優勢的一個 維京的玩家喔 看一下這邊 艾姨的田也是敷的不錯 錢的量有三十幾片了 還可以再繼續敷 還算少 現在還算少 正常打維京的話 五十六十片田 應該是跑不掉 或是要打步兵 黃戰士啊 進勇的情況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這邊 應家先按了帝王時代 反倒是 維京這邊 選擇點了奴兵 你現在點奴兵的話 會不會出事啊 對面英勇士還在出欸 而且都快上帝王時代了 現在要變成一個城堡 打帝王的一個局面囉 這邊英勇士進來亂 可能會打到很多東西 而且這邊 喔唷 應家出了 長 槍隊長 這有點在專門要打 步兵跟騎兵的一個想法 但騎過來的情況下 是沒辦法打步兵的 來看一下這邊 送了一些兵 但還行 說明也是有殺到 家裡有一坨兵在亂 前面在挖金礦 這邊看起來是沒有想要上帝王人嗎 這邊還在努力的拆 但是家裡有點BBQ 這個挪兵過來 可能會被老鷹換光 這個挪兵的數量只有21隻 這樣轉兵來得及轉出來嗎 喔唷 這邊直接出現了4隻騎士 但這個槍 槍勇士好強啊 槍隊長直接戳掉了這個騎兵 我們看這個蒸發速度有多快啊 奴兵加上槍隊長的一個輸出 提示就瞬間蒸發了 好那這邊奴兵算是轉的還不錯 這個亮起來再打就對了 不然這個奴兵也沒辦法很好的有一個有效應對 但是這邊我已經似乎還沒有按消他的 喔唷已經按消他的 彈道穴了應該是還行 但是現在變成一個 城堡打地網的一個局面了 我看他這邊槍隊長能不能 做到一點事情 感覺有點困難 老鷹卻已經送光了 唉呀這邊老鷹 一個硬上啊 在這邊奴兵 可能要趕快去點對方的強奴兵 不然會有一個射程巨人的優劣勢在 但是前面的老鷹還是要處理一下 哇被換掉很多隻 但是對手的強奴只剩下五隻 哇這兩隻 正面解光了 那家裡呢 家裡 解掉了外面的城堡之優 遠頭解除掉了 然後再繼續轉這個洞 那圍巾中路也點下了帝王實彈 看也是要一個帝王打帝王的一個局面 那這個奴兵可能要再繼續出 因為奴兵現在是他的主力 如果硬家一直出奴兵的話 圍巾就不太可能再繼續出 步兵類的 並且被封箏 而且這邊槍隊長打步兵也是很強的 OK這邊成功換掉了 槍隊長 而且這邊 硬家還可以轉出頭十手 所以 頭十手是打步兵專用的單位 所以如果圍巾出步兵的話 還是會稍微很難打 好看一下 圍巾這邊上帝王之後 要找到什麼一個戰術 目前應該是會主奴兵 然後 復復兵的一個想法 這邊點下來了長槍兵喔 還蠻有想法的 不然是長槍兵 而不是肉馬之類的 這長槍兵 是要打誰啊 雖然我知道他是要哪來當坦克 但 這個坦得起來嗎 喔不是 長槍兵是硬家出的 嚇到我 我想說 圍巾這時候出長槍兵是要幹嘛 看一下 OK那這邊硬家出了長槍 要來守一下 對手一個騎士道 這邊圍巾不太可能再繼續出騎士了 經濟有點慘 這邊只能可能用強奴跟戰卯 來做個完全防守就可以了 這邊轉兵都轉得還蠻快的 但是 加的Tc應該是守不下來 而且這片田沒有的話會很難受 蒙田直接從50片變成40幾片而已 但是後面還在繼續灑 沒有關係 直到加的Tc被插 後面就開始灑田 好正面奴兵開始上了 這個戰卯給的壓力也是蠻大的 奴兵沒有辦法做一個很好的輸出空間 只要這個戰卯還是往前A 奴兵的壓力還是會很大 哇這個奴兵居然選擇直接點 村民欸 太有想法了吧 這邊 硬家前線部隊幾乎被送光 遠頭開始再做一個輸出 這邊看起來是圍巾站上了風 控兵還不錯 只要不控兵 就讓他一直射 如指環 射得也不快 但是這個城堡應該是蓋不起來了 這邊有點難 這邊有一大堆小 對強奴來射這個村民 這個控兵真的控的很好欸 這樣分弓箭隊的想法相當不錯 好的 這邊硬家只剩下8隻強奴了 第一波帝王正面 順利的打回去了 這邊 這邊點下了劍勇 看來還是對劍勇念念不忘 就是圍巾戰士 不錯 最喜歡看這種 護兵護尻的畫面了 會護尻嗎 好像也不太會 現在奴兵這麼多 要護尻喔 這可能性有點少 好來了 哇 圍巾劍勇 血量84滴 肉60 黃金20 燙啦 現在已經沒有黃金的情況下 出劍勇其實還蠻爽的 因為現在是不是太多的 戰毛 要趕快出一點劍勇來擋這個老鷹 完蛋這個 頭 實測是不是要被硬衝掉了 一台被點掉 肉麻出來 想要來解這個 戰毛 但是這邊肉麻 只有一防 連二防都沒有 被戰毛對付下來是蠻痛的 這邊強奴還在繼續點 好順利點掉了 家裡外面的城堡 但是贏家這邊的戰毛非常多 而且 圍巾還斷金了 這邊趕快把 奴兵取消掉 繼續出劍勇啊 肉麻要繼續出嗎 而且這邊爆木頭 趕快轉出更大量的農田才行 但這個肉麻的量可能就跟不太上 好兩邊進步一點消毒戰 但是 哇 圍巾這邊在咧啊 現在才點二級農田 三級伐木也沒點 哇 都打我滿村了 滿人口 我想說為什麼這個圍巾這麼窮 通常來說圍巾的經濟量 這時候應該是蠻充裕的 但這邊有點小小出了一點問題 升級 經濟升級沒有生耗 三級伐木 三級田還沒有點 馬人口的時候應該就必須點一下了 如果前期太忙沒時間點是能理解 但是現在的話 不點就有點尷尬了 這邊肉麻直接送掉了 連二級伐都沒有 走到城堡下面的時候 就已經剩下三隻嘛 再過去 頂多會活兩隻嗎 還是一隻呢 喔唷唷 剩下兩隻 一隻殘血 這個繞過去探查一下 想要村民殺幾村民 但是發生日平完全沒有村民 找到一隻村民與村民落單的 順利收掉 這邊的話 劍湧走了出來 想要來打這個老鷹 但是老鷹也是跑很快 跟我們支援不太到 好 現在圍巾的目標 就是要全力守這個遠頭 哇 這邊繞了一波英勇士進來啊 還是這邊我已經早就發現了 趕快拉一些劍勇去做一下防守 好 這邊肉麻來砍這些載毛相當有力 效果也是蠻好的 看這邊被長槍跟勞鷹包起來 肉麻也做不太多事情 我這邊真的轉出了蠻多田 已經到了六十幾片田喔 但我覺得以圍巾這個情況 至少八十片田才夠用喔 因為現在只能出垃圾兵大戰了 黃金完全枯竭 這邊還努力 硬擠出了幾台遠頭 想要打正面嗎 還好戰盲 能力是有全滿的 打正面的話 還算是勉強得力 但硬家這邊可能就不太好收了 但硬家算是需要有黃金 黃金才可以繼續打的 以為病喔 不然他垃圾兵啊 或是戰盲 打圍巾這種組合 真的是不太好打 過馬 機動性夠高 而且便宜 雖然沒有三級防 重點是還是有四級攻喔 攻擊力還是有十一 打這個戰盲還是蠻髒的 這邊戰盲直接開丟 沒有要跟你硬換 這邊 被打退的話 遠頭有點危險 可能嗎 要再繼續爆出來 又爆了一匹馬出來 但是二級防 還是沒一下這個 城堡射馬的傷害實在是太高了 走到戰盲的面前 基本上也是死光了喔 那目前要再退一次啊 但是這邊硬擊說120斤 是要點二級防禦嗎 還是不點呢 還是遠頭繼續丟就好了 哇 這邊繼續按讚嗎喔 哇 繼續按 兩邊都斷金 看到變成一個垃圾大戰了 兩邊都想要站高地 做一個高打低的一個動作 但是這邊 外圍巾的兵好多啊 圍巾的兵非常的弱勢 剩下一台遠頭 好 那贏家也轉出來兩台遠頭出來做攻 其實兩邊都還在站毛戶頭 露馬 從槍兵護出 哇 這時候圍巾應該是 沒有時間去出 二級防人嗎 哇 居然被打了回來啊 難道圍巾要打GG了嗎 終於看到了要升二級防 我的天 好 等一下升級 升好級再往前衝比較好 發現現在被射死太重了 欸 家裡的戰毛已經快死光了 沒辦法再去對 散 對場外面做出一個傷害了嗎 哎唷 但是還在補 好像還可以 露馬A的上來 哇 這個被擊火還是很痛啊 看來算了這個二級防 並沒有太大的戰果改善 直接從非常動 變成非常 變成非常 沒有那麼痛的感覺而已 好 那兩邊應該都是 斷徑的一個狀態 好 鷹家這邊也是 紫砲 遺跡的黃金 在過生活 喔 鷹金這邊也是喔 兩邊都是 慢慢跳黃金的一個狀態 好 我們來拷展一下 看一下到底 最後會打出什麼發樣來 兩邊都彈藥良絕了嗎 唉唷 有喔 硬家這邊食物 木材都很充足 要再打好幾年的戰毛 也沒問題啊 哇 這邊就還有我的力轉 槍隊長喔 這個槍隊長 直接A了上來 還是蠻相當強的 後面露馬 直接包了過來 想要來對這些戰毛做一個處理 哇 這邊槍隊長 被大量的戰毛射 其實還是效果很好 跟槍隊長的遠防是7 那戰毛是7 所以就變成說 戰毛怎麼打的是一滴血 後面想要來拆這個遠頭 然後就被打走 這邊打到超級白樂化的一個狀態 到底能不能 拿一個致命的一擊呢 硬家 好像快要來了 這個 城堡是倒下 圍巾可能要喊出GG了喔 這個正面可能會守不住 哇 直接殺了進來 哇 這邊槍隊長就算出入馬也沒用 已經出戰了 也解不掉了 硬家一個 槍 精銳槍隊長的一個碾壓 哇 這個戰毛瞬間蒸發 直接戳光 好猛啊 這個槍隊長 好 北京打出了GG 哇 這兩邊打到真的是超級大後血 哇 這個殺敵術 也是快要破千了 哼 還好我們有加速喔 好 那維京這邊出了140村民 喔 黃金彩良一家產能快到4000黃金喔 真的是 搶了一大堆 遺跡 四個羅漢爾 OK 好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喔 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